证券时报一公私讯 11月20日,SD华业总经理中兴通过媒体发声 称SD华业已经向交易所递交了申请豁免退市的相关材料 并表示这是A股市场首例 11月21日,记者采访到中兴 他否认了豁免面值退市的表述 并告诉记者,确实向上交所去了一个喊 内容是,申请SD华业可以暂停上市一年